今年币圈是栽星不断 交易平台是一个接一个爆雷 继TELA稳定币爆破之后 全球第二大的数位货币交易平台 FTX申请了破产保护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FTX全球有上百万用户开立账号交易 单是台湾据说就有数十万账号 另外有一说是台湾有50万个账户 这上百万的账户是遍布全球涉及上百亿美元的资金 在仪器之间是全数冻结 甚至是消失无踪 受害者求助无门之下提起了集体诉讼 这仪器之下 让这个曾经替FTX代言的球星大股详品 大阪池美还有柯瑞这些人都被告上法院 但是FTX的创办人SBF 这个人反倒是躲起来大玩电玩了 据说他是要借此缓和压力找出对策 搞出这么大的洞 害了百万人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位自称FTX这家公司 是币圈最干净的机构 真的不禁令人怀疑 是不是他跟这家公司是最肮脏的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今年各种数位货币价格大跌 这整体币圈蒸发了2兆美金之多 这龙头大哥比特币 从年初的132万台币 跌到了11月底 剩下51万左右 这大跌了60% 数位货币的大跌 让币圈已经是一片哀嚎了 但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TELA稳定币爆雷 年代史德姐妹币LUNA 一夕之间是归零 全球连同台湾已经有不少受害人了 但是这一次FTX爆仓 台湾受害程度之重 是TELA垮台远远不能比的 由于FTX是继币安之后 全球第二大的数位货币交易中心化的平台 这个交易规模非常庞大 再加上FTX邀请了不少名人加持 尤其是偏好这球星 包括二刀流的大股翔平 网球选手大阪直美 NBA球星克瑞 俠克欧尼尔 还有NFL的劳伦斯 都曾经跟FTX有过连结 是重新云集加上百万人开户 那投资人自然不宜有他嘛 但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平台 也会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垮台了 我认为事出必有因啊 根本是这主事者的诚信有问题 令人气劫的是 这一口搞出这个荒唐结局的人 这个人称SBF的Sam Bankerman Fried 竟然在呢出事之后躲得不知去处啊 随后他在隐藏的地点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说啊 如果你以为我这几天没睡 那倒我是睡了一会儿啊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在打电玩呢 打电玩可以让我冷静下来找到对策 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急得跳脚的平台交易人 只能发起集体诉讼 但是能不能靠司法调查 跟审判把钱拿回来 是任谁也不敢保证 除了无数的一般平台交易人受害外 全球知名的投资机构呢 也不少踩中地雷了 包括了新加坡国有的 淡马锡国际控股投资 2.7亿美金 以及呢 矽谷大创投 红山资本也泡汤了2.14美金 软银集团的投资损失大概是1亿美金左右 这些家大业大的投资机构呢 都立刻是全数认赔了这笔投资啊 也就是根本不打算可以拿回投资部位了 那这些大创投机构赔了就赔了嘛 但是一般市井小民 赔了可是几年的薪水 甚至是一辈子的财富啊 那据估计台湾至少呢 数十万人的账户是被冻结 求偿无门嘛 那涉及到的金额至少是上亿美金哦 那就我的看法 由于这个是一个跨国的司法案件 台湾平台交易人要如何加入集体诉讼 目前尚不可知 就算加入了 未来能拿回多少也是未知数 更麻烦的是 FTX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 SBF也辞了CEO 由一位律师来进行这个接管的清算程序 根据这位接管人表示 FTX内部根本是一团乱账 银行往来应付账款 投资还有决策记录都找不到 平台上到底有多少客户的资产根本理不清 混乱状况是他此生警戒 更可怕的是 FTX的客户的资金啊 被SBF成立的另外一家公司叫Alameda 不单挪用高达100亿美金 这笔巨款又被不当的借给SBF本人 跟一堆公司的关系人 听到这边这么离谱的事 居然是发生在全球第二大的数位货币交易平台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FTX在今年6月给投资人的文件中表明说 我们公司是币圈最干净的机构 如今看起来真是漫天谎言 FTX平台的交易人 如果这时候还相信这家公司能保障你的资产 还钱那可能就太过天真了 相对台湾数十万的受害人的集体焦虑 我认为日本的做法倒可供参考 FTX日本子公司正在开发一套系统 可供日本的交易人直接是取回目前停牌中的账户的资产 日本大概也有10万人受害 涉及的金额高达190亿日元 也就是上亿美金之多 台湾交易人不妨寻求类似管道取回资产 否则就是要走高成本 而且旷日费时的诉讼管道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准时上线